五谷大科坑西提防卫处偏远 附近又无住户 长期一直以来有不法人士 偷到废弃物及垃圾 不仅造成环境脏乱 滋生病霉纹及恶臭产生 让前来运动休闲的民众观感不佳 当地里长便向公所反应 盼能进行改善 在我们的南区长任内以来 以及他联络环保署 然后结果来勘查以后 就是说这个西岸真的是垃圾非常的脏乱 会影响到这个资生文的产生 大科西这个地方 位处在泰山跟五谷的交界 那以五谷区整个来讲 算说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而且人口住的不是很多 那我们德泰里长来反映说 这边长年以来都有民众在这边 把一些不管是家庭或是事业的废弃物 请到在沿岸这边 那时间久了都有恶错的产生 德泰里长林永贤表声 感谢区长获知讯息后 立即联络环保单位 派遣机聚集人员 日前已将河岸垃圾清除干净 这次共庆出约4.4吨的垃圾量 成果相当惊人 希望民众能够享受环境之宜 要注意到公民道德 这个环境卫生是靠大家 不是靠区长或是里长来维持的 只要大家不要丢一棵棵的小垃圾 我相信这条河堤 日后绝对会是一条非常漂亮 而且很多民众愿意来这边 运动散步的地方 那早上民众在这边散步的非常多 那公所的话就派工来处理 这次清理的垃圾量的话 总共有4.4吨的废弃物 都把它做一个完善 那另外的话我们应用科技执法 配合永家乐的有线监视系统 还有一些警告指示牌 那另外请清洁队来加强清查 五谷区长蓝瑞明表示 为有效喝止不效人事乱倒垃圾 公所特别与永家乐有线电视公司合作 在堤防旁装设居家防护监视系统 呼吁民众切莫以身事法 共同守护自然生态环境 共创美好家园 记者胡萱五谷采访报道